哈囉,大家好,It's me,阿洋 在海拉魯的世界上有一個大顆級別的敵人 就是我們的茉莉布林 加農能算什麼 各位,你看看只要有茉莉布林的地方 這邊是怪物據點裡面 不管是蜥蜴戰士還是破克布林 他們都會非常融洽的相處在一起 可以這麼說,有茉莉布林的地方 就有歡笑與淚水,只有和平非暴力 不論你是哪裡來的種族 都能在茉莉布林的協調之下 和平的相處在一起 所以我馬上就去拜訪了染料店 為了能夠完成這次的生態考察 我成為了一名茉莉布林 於是,準備出發吧 有魔物的地方就有江湖 我們就來去拜訪這位江湖大哥 看看他是怎麼讓各種種族的魔物 都在他的統治手下和平相處的 欸,你剛是說大哥是嗎? 喔,小坡啊 對啊,茉莉布林的大哥吧 他們常常還把你拿起來丟壘 人稱小坡人體炸彈 飛高高 啊,可是他不是大哥耶 什麼意思? 不然我帶你去找他聊聊你就知道啦 喔,遠處來了一位茉莉布林大哥 看他那走路8加9的樣子 將會不會婆種啊 欸,你好我阿洋啦 怎麼稱呼啊這位大哥 嗯哼,我是茉莉布林 茉莉 等等這個聲音和語調 叫我小茉莉就可以了,茉莉 不是應該叫莫哥嗎? 你看看我的名字啊,茉莉 小...茉莉 茉莉 小茉莉 原來是大姐嗎? 這個小茉莉不是什麼宅男女神變慾望女神 還是說什麼今晚我要強插你的 欸,這針對性太強啦,會被告 而且你不附圖沒真相 附了圖才會被告 討厭人家是女生呢,茉莉 欸不是,結尾一定要加茉莉兩個字嗎? 這樣比較可愛啊,茉莉 欸不是,這位小茉莉大姐 你是在哪上班? 為什麼這麼問呢,茉莉 茉莉 茉莉是摸到成癒性的吧 靠,這才會被告吧 而且大家不知道啦 茉莉是酒店才會有的吧 你怎麼知道? 喔,我不知道,我都是聽說的 好了,我們開頭幹話太長了 通常到現在還能看下去的觀眾 應該是真粉了吧 為了這次的茉莉布林觀察 我決定再來做一個生態觀察箱 啊,這是他媽啊 監獄吧 跟上次你們把我們一堆破格布林觀起來一樣 根據我的調查 在地圖最北的地方 有幾個鐵箱可以完成咱們茉莉布林的觀察箱 但是太急了 於是我又換了一個地方 大約是在卡洛克橋的附近 剛好有個瞭望台跟鐵箱 於是非常快速的 我就完成了茉莉布林生態觀察箱 嗯哼,根本就是捆綁Play 不求盡Play啊,茉莉 啊,還可以用時間暫停 來個時間暫停Play啦 夠了,我們頻道不能再這樣子了 當然還是一直這樣子 沒有捆綁也沒有求盡 單純就是茉莉布林太大隻 所以看起來特別急了而已 好嗎? 通常生態觀察都會丟一堆食物 來觀察魔物的生態 但是茉莉布林有點無趣 因為只吃肉類和魚類的 人家可是肉食女了,茉莉 所以我們決定就照人家網路上的 把一堆火柴、火棒、樹葉丟一丟 來個茉莉布林口考大會吧 好,這影片是不是該列入十八鏡啊 另一種意義上的十八鏡 嗯哼,原來是這種SM啊茉莉 我現在要來分析所有的茉莉布林 包括弱點還有茉莉布林的興趣 啊?連興趣也可以觀察的嗎? 但是繼續下去之前 從開始玩薩爾達也來 就一直對於茉莉布林 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 等一下,你們看看這茉莉布林的遺角 這個相似的形狀 這螺旋的外貌 這根本就是天原突破裡面 紅蓮螺元的磚頭啊 說到天原突破 不得不說這真的是一副經典的熱血班 堪稱是王道漫畫難以超過的壁壘 天原突破是每一個80、90年代的男生必看動漫 而每一個台灣的男生 青春裡都有跟著主角西蒙走過的旅程 看著天原突破的我們 都在夥伴加入的時候長大 卻也在夥伴離開的時候成熟 當年我也是因為天原突破 偷偷的留下了幾滴男二類 如此經典的動漫作品 終於要在15週年的史詩 推出它的第一款手遊 由原版人馬打造的天原突破 紅蓮螺元 將於10月26號正式上線 並且現在已經開始開放預約 還可以領取五星顏面 還不趕快點擊資訊欄或是留言區的預約連結 這是一款忠實還原劇情的手遊 讓你重溫當年的感動 遊戲裡有超然的大招動畫 有所有的經典的顏面可以收集 並且需要搭配合適的隊伍 自行戰術來奪取勝利 天原突破紅蓮螺元 讓你體驗新奇的玩法 同時重溫經典的故事 等你10月26號來體驗 讓我們立下男子漢的約定 再次用磚頭突破天氣吧 回到咱們的小茉莉吧 小茉莉由於身體非常大隻 在這種橋上明明是可以摧落的好機會 但是風吹不動啊死胖子 不過身體倒是非常軟Q呢 你看看 人家就像行優一樣常吃香蕉 所以小軟度很好 茉莉 欸各位這個香蕉指的是真的香蕉 不是那種香蕉 真的有科學根據的 猴子從來不會抽筋的 因為吃香蕉 我為什麼要解釋這個 雖然長得一臉豬頭一樣 但是茉莉布林的皮膚卻異常的光滑 我們可以找一個長長的樓梯 然後讓小茉莉從樓梯上面滑行 各位你看看這滑行的速度 可以看得出來咱們小茉莉 平常皮膚保養的有多好呢 咕嚕咕嚕的呢 跟吃大香蕉也有關係喔茉莉 欸對啦 常吃水果也是對皮膚好 畢竟茉莉布林對於棒狀物沒有抵抗力嘛 那些武器幾乎都是棒狀 不過找火的棒狀物也是造簡撥 然後就…自己被燒死了 傻爆眼 跟小破一樣笨 蛤 攻殺小 而且又長得太大隻 像這種窄門的地方 他過不來 你引誘他嗎 他就只會繞路 繞得很遠 就真的很笨 傻爆眼 咱們小茉莉的最大弱點 就是在他的右腳 基本上只要在右腳這個地方 就不會被攻擊到 什麼棒子啦 踢擊啦 都打不到底 當然除非是很少攻擊啦 所以攻擊他的右路 絕對不會錯的 因為踢也只會用左腳踢 是名副其實的黃金左腳 也正因為如此 平常最愛的興趣就是踢足球 只要給他一顆球 他就會一直踢一直踢 對於球類有莫名的喜好 喜歡棒狀物跟球類 所以說… 停止你那大膽的想法 不過踢球的技巧非常差 踢空更是家常便飯 歸根究點的原因大概就是 腿太短吧 我想 再來我們要來驗證 茉莉布林到底多重 不過茉莉布林比我們想像中的輕很多 一樣我們可以找個鐵箱子 然後讓一切準備就緒 就準備讓茉莉布林上天吧 根據公式計算得知 人生70古來西 PV等於NRT 靠 這是幹話吧 計算出來體重大約是50公斤 蛤?真的假的 有沒有算對阿? 當然是隨便講的幹話 總之就是沒有想像中的重 你看都能飛那麼高了 簡單說他不胖只是骨架大 這也體現在他拿的武器的上面 例如我們就給他一把火焰大劍 那麼他的武器特效會非常的華麗 冰凍閃電大劍都是一樣的 因為骨架大所以揮起來效果更好 所以想要表演什麼特效 找咱們茉莉布林就對啦 只是茉莉布林因為有個布林 所以跟小波一樣被稱為布林系 也因此有個絕大的弱點 就是絕對不會進到水裡面 一進到水裡會直接淹死 要閃躲他的攻擊 躺到水裡就好了 跟小波一樣非常蠢是汗鴨子 這就說得過分阿 嗯哼你少說一個人家不只喜歡棒撞物 還很會噴喔茉莉 不是噴是射箭好嗎 咱們小茉莉也是會射箭的 同樣在卡洛克橋附近有個石橋 我們可以看到小茉莉要是真的想射箭 也是非常凶狠 橋上有三隻茉莉布林會不斷的射箭 而且射的還是火箭 看起來非常暴力的原因是 因為火焰效果看起來特別大根 但你只要稍微左右位移一下 非常簡單就可以躲開了 準度跟咱們小波一樣射不準 可以不要再拿我舉例了嗎 觀眾會誤會的 誤會什麼 誤會我很弱阿 靠你還不弱嗎 你就海拉魯最基本的魔物阿 喔這樣說其實不準確 在小波還沒出場之前 其實咱們小茉莉才是最基本的魔物 那就來吧茉莉布林的介紹 茉莉布林日文是 茉莉布林 英文是 茉布林 少一個 李的音 其實茉莉布林又被稱作是 森布林 因為日文 茉莉就是森的發音 所以叫它森布林也沒錯 而且在歷代以來最一開始會遇到的地方 也幾乎都是在森林裡面 遊戲初登場非常的早 初代的薩達傳說 是最經典的魔物之一 大學長大前輩等級的 只是在初代的造型 是長得不那麼像豬 反而像是鬥牛犬 來到二代靈克的冒險 也是一臉鬥牛犬的樣子 武器兩代都是長槍 可以說長槍是茉莉布林最經典的武器 來到眾神三角力 造型就變成經典的豬頭 甚至來到織夢島同樣沿用豬頭 所以說豬頭配上長槍的形象 在前面試作的時候 這些形象就被定型了 不斷的延伸到後面的幾代作品裡面 不過在織夢島有另一個布林種 稱為Borbring Bor就是野豬、山豬 仔細看看兩隻有什麼不一樣嗎? 都是豬頭 一隻尖耳豬 一隻折耳豬 而且通常一個拿長槍 一個拿劍 欸?靠!這最好分得出來啊! 其實是重製版把兩隻都做成豬了 以前的GBA版本的茉莉布林 比較像鬥牛犬 但老實說 我小時候還是認為是豬 根本是豬狗不如那 啊!說得太過分了茉莉布林 而且織夢島裡面還有個真正的老大 被稱為King茉莉布林 或是頭目茉莉布林 不但會丟槍還會衝撞 非常可愛 總之豬頭樣是確定的 特別是十字里的時候 看!有夠醜的啊! 醜但是很強 在森林裡面出現的茉莉布林 這是一個迷宮 要是你被發現 他會直接用長槍戳爆你 可以說這代茉莉布林 是豬身中最強的時刻了 而且在往神殿的路上 還有一個拿著槌子的路壩茉莉布林 這是系列手勢拿著槌子的茉莉布林 非常的硬也很強 打地板還有極地坡 這陰森的畫面跟黑肉茉莉布林 看起來有點嚇人 對吧? 雖然基本上定型之後茉莉布林都差不多 但還有一位比較特別的茉莉布林 那就是在神秘果實登場的BOSS布林 頭目布林 很搞笑他在山上蓋了一個堡壘 目的是為了阻止古龍人開採炸彈花 真有生意頭腦啊 搞裸斷市場 專賣炸彈發大財 沒錯 但是當然被林克給阻止了 並摧毀了他的堡壘 但是他可沒有放棄喔 頭目布林後來可以在一個小屋找到 他們在那裡繼續製作炸彈 做炸彈生意 為了哪一天可以重蓋他們的堡壘 不過呢 林克可以很機掰的放炸彈 把他們的小屋給爆了 而他們也會趁機從後門逃走 之後再回來可以看到他們修好小屋了 你又可以在他們的小屋子了 嘿嘿 但到了第三次的時候 他們會把你抓起來 會Game Over的 所以說做人還是不要太機掰的好啊 再來的風之律動跟縮小貓呢 莫莉布林的形象差不多 只是頭上開始有腳了 也許豬頭有腳就是從風之律動開始的 來到玉天之劍的莫莉布林 這是劇情上最早時候的莫莉布林 頭上有腳 特徵是拿個大盾 第一次出現會拿盾的莫莉布林 我覺得不要 不要什麼 每次到了天空時代要介紹你就要叫法醫 後面音效特效上的不累嗎 啊也是 不然小莫莉你來說說好了 嗯哼你們有看到重點嗎莫莉 什麼重點 乳頭環 沒人想看那種東西 沒人想看那種東西 欸耳環項鍊乳環三角褲 原來真的是母的啊 欸不是搞錯重點了啦 其實歷代莫莉布林呢 都有一些故事儘管長得像事故 啊過分了啦莫莉 身為海拉魯大帝的一份子 小莫莉也是在這個海拉魯世界上 努力的活著 而且有她的地方 每個種族都是和平相處著 他們一起露營一起跳舞 各位朋友下次見到莫莉布林的時候 不妨就跟他們一起玩玩踢球的遊戲吧 看看他們還會傳球給你呢 愛護魔物人人有責啊 啊這絕對是幹話 不然你活靠個屁啊 本期歡迎新加入的會員NHC 加入的時候沒有留言 我只能回應你謝謝你的加入 會員雖然是贊助性質 但我最近找了一些福利出來 那也歡迎各位加入囉 那麼我是阿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